农历腊月29,寒风呼啸冰冷刺骨 但在山西太原的小山村里 却是鞭炮喧天锣鼓齐鸣 异常的热闹 今天的村里举办了一桩喜事 小伙子张亮娶到了十里八乡 都数得上的漂亮姑娘李梅 正当村里的小年轻们都无比羡慕的时候 一场悲剧却毫无征兆地降临了 婚礼过后的第三天 也就是大年初一 刚把妻子娶回家的张亮 被送进了重诊监护室进行抢救 医生连续下达了数十次并未通知 最终抢救无效死亡 刚结成婆媳的二人 在病房外瞬间哭成泪人 他们不懂 再短短结婚三天不到 让一个身强力壮的小伙子 突然死亡了呢 张亮意外离世的消息 很快在村庄里炸开了锅 很多村民都觉得不可思议 在他们看来 这个家庭肯定是遭受了诅咒 才会接二连三的如此 毕竟在张亮十岁的时候 他的父亲便意外离世 母亲为了照顾一双儿女 一天坚持打两份工 好不容易儿子成家立业了 谁曾想 不幸却在这个时候再度降临 白天在西部闺大工 到下午回来了 后来也找啥叫 再做资格的地 他妈妈哈 他妈妈 做爱的改派 还把无老人家买的沙坊 这个人到那去 改派去 他在那上什么班 在厨房里头 打老理工 那个菜都受不了买 平时 就是一直在去 虽然旁人是这么猜色 但李梅却觉得 这并不是意外 经过医生诊断 新郎张亮是由于缺氧 引发的脑部缺血和气管破裂 这也就意味着 新郎曾经是受到了严重的外部撞击 在结婚之前 筹备婚礼 张罗喜事 张亮没有任何的不适 但在结婚的第二天 全家人都高高兴兴的 包饺子过除夕 张亮却突然脸色煞白 声称自己喘不过气 呼吸困难 家人都以为只是小感冒 就让他去小诊所拿了些药 但回家以后 症状不仅没有好转 反而是更加严重 连手脚都开始发麻 于是一家人不敢耽搁 紧急将他送去了医院 医生一检查 便直接送进了重诊监护室 李梅左思右想不解 最后观看了婚礼视频 这才发现了丈夫身亡的真相 婚礼当天 张家人为了唯一的儿子娶媳妇 花了大价钱 请来了仪仗队 豪车排成排 把新娘接回村 但刚一下车 就有十几个人冲了过来 声称新娘不能下地 要求新娘骑在新郎的脖梗上 甚至因为姿势不标准 十几个人一起围上来 痛打新郎 下手一点都不客气 其中打得最狠 最尽兴的 不是别人 正是他从小玩到大的发小 和同学 相传打新郎是一种婚俗 有的人觉得 这是远古抢新娘的缩影 也有人说 这是让新郎记住 以后不要欺负新娘 无论是什么样的缘由 这样的婚俗一直流传至今 而很多时候 打新郎并非是痛下狠手 而是适时的拍一拍 图个吉利 李梅凭借记忆回忆 当天婚礼的现场十分混乱 她带着头杀 又害怕打到自己 所以在趁乱之中 赶忙跑回了婆家 可张亮就没有那么走运了 从她下车的那一刻 闹新郎就开始了 发小与同学用力的 打在了张亮的颈部 不止打了一次 这样的打闹一直延续到晚上 并且也没有随着夜幕降临而结束 朋友们越发刁钻 想尽了各种怪招损招 作为被折腾的对象 新郎张亮更是受尽了折磨 还不能生气 只能是默默地接受 因为这是规矩 其中更是不乏专门找茬 为了闹腾而动手打人 即使有时候照着对方的要求做了 还是会招来一顿打 一整天下来 脖子 背部 脚 张亮的浑身都被人打得亲子 那久以后 她帮的同学们也弄来 后面就起来就是晚上了 表演节目那些 让我们配合她们 要是配合得不好 她们就是打了 要是她就专门找茬的 就专门就是闹着就打了一下 而自打丈夫住进了医院以后 闹婚的人们曾经到医院里来看过她 有的人带了些礼品 有的放下一百两百元钱 随后再也没有出现 原本张亮的经济条件 本身就不怎么好 再加上办婚礼 住院治病 窘迫的家里已经是债台高筑 为了节省家里的开支 张亮的母亲和姐姐每顿饭都是干馒头 休息的地方就是医院的长椅子 就是这样的日夜苦熬 也并没有带来奇迹 在昏迷抢救了42天以后 年仅24岁的新郎张亮 因为抢救无效最终死亡 只留下了痛苦的母亲 姐姐和请坐了三天新娘的妻子 张亮去世以后 家里的董家小院 依旧还挂着火红的对联 但此刻她带来的 却是无尽的刺痛和伤痕 李梅茶不思饭不想 没有睡过一次暗闻觉 每一次闭上眼睛 都全是她和丈夫的画片 老母亲担心李梅做傻事 总是寸步不离的守着 本来结婚是人生最幸福的一件事 但婚闹却让结婚成为了人生中最痛苦的事情 故事的最后 警察对于张亮的死亡 已经介入调查 张家仁也将婚闹的四人 全都告上法庭 坚持让法律去审判一切